因為疫情延宕了兩次 寵物展跟加盟展終於在週末前齊發 而這也是虧違五個多月以來的 首場專業大型展覽 擔心人一多還是有風險 主辦單位嚴格管控 更在每個入口處設置科技防疫門 只要有人經過就會自動噴灑消毒水 而今年加盟展聚集81間品牌智慧AI依舊是亮點 可以直接在螢幕上點選綠茶 然後我們就可以點選開始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搖冰塊跟配料 選擇好飲料品項 機器自動調整糖量取代人力搖飲料 店員只需要把冰塊和配料加入杯中 比起傳統店面節省三到四個人力 設備廠商進駐加盟展 鎖定連鎖手搖飲業者 也是看準疫情後的新趨勢 它可以在後台更新完比例之後 它就會同步發送到所有的分店 你就不用擔心說每間分店 它給出來的產品的品質會有不一樣 除此之外 今年有三分之一的業者都接受民眾使用 五倍券來折抵加盟金 我們這次專案啊就是你差畢的話 我們就是剩下十萬 連鎖手搖飲品牌打出免加盟金 專案價一百七十八萬元 如果使用五倍券 就額外再送五萬元的原物料 另外餐飲集團為了擴展全台分店數 更把五倍券放大兩百倍 喊出拿三千元就折抵六十萬元 雖然折後價還是要自備三百二十萬的資金 不過看得出來 業者比較願意讓利 的確很多餐飲業者在這個時候就是撤廠 那剛好很多創業者跟失業 他可能想要重新找一份工作 或找一份自己的事業 在這個時候入場相對是一個低點 不管在房租或是加盟金上都是 畢竟疫情期間 餐飲業損失慘重 各大品牌也希望趁疫情趨緩時能稍稍補血 TVN新聞宣布街頭帥台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